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回他再度po出他俩在北京的爱潮 这里的味道跟台北的家 还有上海的家都不太好 伊能静开箱了一系列的古董家具 依旧是满满的浪漫复古风 非常符合他的公主人设 当时把这个东 从法国运回来 等了两三年月 就真的好美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今年年 我们还是旧的 因为以前这种古董灯都是放蜡 所以必须把它 这些地方的现成的重新 在古董灯它是一个竹台哦 非常喜欢的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以前也是竹台 这就是大红点样 这也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 当时我在古董市场讨论 除了古董竹台 伊能静还收藏了一系列的古董家具 不过他也自曝网友的疑问 很多人都问我是文化的家具 怎么会不会来的呢 想想看这个布 可能几十年都没有改变过 也很爱这个古董家 大家不要觉得上面很脏了 它很干净 看 是因为这个木板已经旧了 然后这个银器完全没擦 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以前古时候为什么银器这么贵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那个仆人来帮忙餐 我们现在没有仆人自己的氧化 这就是我北京的家咯 后面是我的大树柜 北京的家也是我拥有最久的家 这个家已经有十几年了 每次回来我都有一种 就是非常非常亲切 然后非常非常安全感的感觉 这就是北京的家了哟 不少网友大赞他很会过生活 这些泼泼烂烂的家具 可都是远渡重洋而来的古董货 价值不菲而且大有来头 只能说有钱真好啊 南韩网红宋志雅因演出单身及地狱而爆红 却被爆身上穿戴的精品都是假货 让原本高人气的他一系翻车 女星王思佳竟也遭受如此际遇 他自爆招人抹黑用假货 气得他开直播笑数发表狠狠打领对方 意外泄露出他VIP身份 王思佳昨天开直播KIT POOP的表示 有人看到他社群上一张带着名牌 Fendi帽子的照片 就跑去跟媒体爆料他带假货 印花术和赠品不同 让他整个人爆炸开枪 接着王思佳向出标签 表示自己是在过年前和先生逛微风百货时 在Fendi童装部替女儿购买 七双共7150元的婴儿化 和原价89480元的Fendi婴儿推车 以及17180元的帽子 要帮小孩买 自己也买了 简单啊 我有问题 你先不要气 我先问一下 你买这些 好啊 很气凉 你等下我问你 你买这些 老娘帖 80108块 接着王思佳索性扣号给贵姐来作证 不好意思 我是刚刚有打电话给那个王小姐 是这样子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那天的购买明细 我买了什么东西好不好 可以 呃 您买了一台推车 嗯 然后它有一点帽子 OK 然后跟七双袜子组 OK 然后 呃 帽子是多少钱 帽子的话原价是17180 嗯嗯嗯 对 那推车的话是89480 然后这两个都有做折扣对不对 对 打七折 OK 所以89480跟17180是打七折 然后袜子 袜子的话原价是7150 OK 所以没有折扣对不对 贵姐表示 王思佳确实当天有到柜上买这些东西 并解释 婴儿推车和帽子以折扣价七折购入 婴儿袜子是因为新品 但王思佳因为是VIP会员 所以有七六折 最后一共消费80108元 有 谢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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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小姐对不起 我 我 我再问一下 我在里面微工买 会买到家货吗 嗯 算不太可能 对 因为我们的货都是直接从不外一勾的 好 OK 谢谢你 谢谢你哦 好 谢谢 好 拜拜 好啦 其实没有啦 之前一般 一般可能就是 网路纠查对门 我只能说吼 要不是我刚好是过年前嘛 还留着这张名戏 跟刚好我有入会员 有下 王思佳气愤的说 要不是自己还保留这些名戏 否则只能任人抹黑 是不一样的嘛 你可以来问我 你要不问我嘛 啊你就够在那边 说我这个帽子的问题 啊 要去跟X的时候很保留 啊 我就想跟你们讲一下 有些人才值得被X的时候看爆料 只是找关系把他压下来而已 当我不知道吗 有 现在还想弄我嘛 老人都不跟你指教了 他想要怎么样 还敢去跟X的时候看说 嗯 那个帽子就是有问题啊 就怎么样啊这样 X的时候看就是很要搞事情嘛 没有关系 还好我是在微风买的 我就在微风买的 嗯 有质疑的话 也可以去微风问问看 但我只能说 但我只能说 真的 整天的咧 早上 晚上 爹 酱